大家可以注意你吃鍋的時候 或者是在補的時候的順序 傳統都說這些補湯上面的油 是最補的地方 但是呢現在的人啊 偏偏不太需要那麼厚重的油脂 來補你的身體 你需要的反而是那些蔬菜的纖維 那些蔬果的維他命C跟植化素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補要補對地方 立冬快到了 也就是宣告冬季真正開始 天氣變冷 台灣大多習慣以薑母鴨 養肉爐 麻油雞等食物進補 但過量進補 反而是很容易傷身的哦 現在就來看看 吃鍋有哪些地的要注意 以及哪些食材最能夠驅寒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立冬進補的一些訣竅 其實呢 冬天到了真的需要補嗎 這個補字呢 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 其實在營養學裡面 這個補的意思呢 是指補你身體所需 補你身體所匱乏的 那現在人所需 跟所匱乏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人最常缺乏的就是 蔬菜類 水果類 跟好的優質蛋白質 這些東西呢 不妨趁著立冬進補的時候 把它們補回來吧 大家可以注意 你吃鍋的時候 或者在補的時候的順序 第一 你可以先吃蔬菜 來做到高纖維 第二 你可以攝取 原型食物的蛋白質 像是魚肉 雞肉 這樣子的蛋白質量 來做到一個優質蛋白質的均衡 再來再喝湯 喝湯呢 也就是喝一點清淡的湯 不要有太多的油脂 或者是厚厚的油浮在上面 傳統都說 這些補湯上面的油呢 是最補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的人啊 偏偏不太需要 那麼厚重的油脂 來補你的身體 你需要的反而是那些蔬菜的纖維 那些蔬果的維他命C跟植化素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不要補對地方 羊肉爐 麻油 雞 薑母鴨 這些東西 到底什麼時候吃比較好 其實呢 與其去想說要什麼時候吃 我們倒不如來想想怎麼吃 建議大家呢 照著我剛剛說的飲食順序來吃 之餘呢 也建議大家要把上面過多的一個油 把它撈掉 讓湯呢 盡量變得比較清淡一點 那當然大家吃完之後呢 也盡量去多去走走 多去活動 來消耗增加代謝 這樣子呢 才是一個比較均衡 又可以吃的 比較有底氣的一種方式哦 那再來就是吃過很容易踩的地雷 有哪些呢 第一就是在食材上面 很容易有一些加工食品 或油炸食品的出現 比方說呢 豆皮 很多人喜歡吃炸豆皮 這時候你可以不妨把它改成一般的豆腐 或者是豆乾這樣子的一個豆製品 會比炸豆皮來的好很多 因為畢竟不是油炸的 有更接近這個 黃豆做成的豆腐的本身的原型態的食物 那這個是食材方面的 再來第二個比較容易踩的地雷 就是在一些 湯底部分 因為湯底部分啊 很多人喜歡加很多的可能油脂 比方說麻油肌 感覺就是要很厚的一層油在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要加很多的酒進去 那很多人可能不適合吃太多的酒精類食物 比方說有一些三高代謝疾病的人 有痛風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時的人 這時候就要比較避免高油脂高酒精類的湯底 那再來第三的誤區就是 食材燙太久 因為吃鍋啊 難免讓食物放在裡面泡太久 這個食材在裡面呢 一邊煮一邊載浮載沉 其實很多的營養素都在流失 這個湯頭呢 裡面的油脂就不斷的被吸收 所以注意食材熟了 新鮮的 我們就趕快把它撈起來 不要讓它在裡面浸泡湯汁過久 而吸收太多多餘的熱量跟奶含量 那到底什麼樣的食材比較能夠增強我們的體力 促進我們的代謝 不要讓冬天容易手腳冰冷呢 建議大家選擇的食物可以朝 蔥、薑、蒜類的辛香類食材下去著手 比方說薑 裡面有薑西芬 還有裡面有很多的一個代謝物質 它可以幫助你去做到全身的一個代謝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說你喝到有薑的東西的時候 你身體會容易比較糊弱 你身體會整個暖了起來 這個就是薑帶給我們的一個身體的代謝機制的作用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加一點薑 在你的這個補湯或者是湯瓶裡面來做補充 再來像是辣椒類的食材 大家可以利用這樣子天然的一個辣椒 來去做到辣椒素的燃燒身體的代謝 那你就會發現冬天容易手腳冰冷的人 有了這些辛香類的食物之後 就會比較沒那麼樣子的怕冷 那就可以起到一些抑寒的作用 那再來呢 就是一些蛋白質的食物要注意的 你可以吃一些蛋白質食材的圓形態 比方說薑母鴨裡面的鴨肉 或者是一些麻油雞裡面的雞肉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替換成魚的一個補品也是不錯的 那這些圓形態的肉呢 煮過之後裡面的氨基酸可以釋放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去強健身體的肌肉啊 來滋補我們的細胞 來做到防禦更加成的效果 如果你的身體是比較不適合吃一些 比較讓你身體容易燥熱的東西 比方說有些人吃到麻辣的刺激的 就很容易讓皮膚或者是一些口腔有一些問題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適合的食材可能是需要比較溫補型的 什麼是溫補型的呢 比較就算是比較平易近人的食材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多一點的蔬菜量 是你缺乏的之外 再來可能比較少油少鹽的 一個湯底也是你會這類型的人會比較缺乏的 再來就是用的食材了 建議大家不要隨意的去亂抓一些中藥材啊 來湊合著來進行所謂的補 因為畢竟每一個人的身體體質真的不同 其實也有跟中醫朋友去討論過 這樣現代人的補到底是在補些什麼 那他建議一般大眾的一個補法 就是比較簡單的用一些紅棗啦 枸杞啊或者是加一點點的黃旗 其實就可以去做出一個湯底了 那主要還是以新鮮的食材為主 那中藥的部分的話 還是建議諮詢過中醫師會比較好哦 所以湯品的選擇 原則上大家都有記住了嗎 越清淡的湯底 其實是對現代人來說是越好的 不要太多的油脂 太重鹹的口味 或太辛辣刺激的 這樣子就很容易形成一個刺激敏感的一個 一個刺激源過敏源來源 那接下來呢 什麼樣子的人不適合進補呢 建議是 如果你有三高代謝慢性疾病的人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那你在食材的選擇 跟一些湯品上就要特別注意了 還有一些容易痛風的人 因為畢竟食材裡面是很多的普林 那可能容易累積過量的尿酸 而引發痛風的情形 或一些酒精類的食材也有可能 所以痛風患者也要注意避免復發 再來呢就是一些比較肥胖或體脂肪 比較高的人就要避免一些高油脂的湯品 以上的一些利東復古的小技巧 大家都有記住了嗎 希望大家可以補對身體 補對營養 不要補到橫向發展的身材囉